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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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为己心 佛志为己志 那我就一定是走佛弟子菩萨道这件事情 所以为佛弟子啊 应该做什么事啊 常于昼夜 置心送念 上次有讲听经文法 文法以轨 是不是讲你要熟悉一定要送 你这些文字剥蕊不现前 就代表你对这些文字是很生疏的 对佛教的语言是很生疏的 对世间的斗争 对内心的贪嗔 这是很熟悉的 生者令熟 守者令生 生就是你对佛的语言要常诵 诵习 诵习 你要去学习 要去熏习 那送念 置心送念 想帮助你这一念 常常有文字剥蕊的关照 这个就名为八大人爵 所以这个补充讲义里边继续要讲 我只习了饮食睡眠的这种 不好的惯性 不好的习惯 那我要对付贪嗔痴之前 其实我们为什么还放任贪嗔痴 就是你观念还没转 所以就是要止息之后还要回到观 止观止观 就是定会等词 止相应于定 那你能一心念佛 你都不起忘念之后要做什么 你不能冷水泡石头 千年不开悟 定了之后就是要起观 那观就是你的观念的导向 你观察的内容 你安住在这个佛的一个正觉观 的这个智慧里面 所以观有不同层次 那第一个观 我要起观就是要常念无常之火 所以八大人觉第一觉 各位就要拿起来附送附送啊 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理啊 不管你现在过得如意不如意 常念世间无常啊 这是总相啊 好的也过一天 坏的也过一天啊 再怎么不舍过去了 再怎么痛苦也过去了 所以你从一日的无常到一年的无常 这个都能骗观 到后来心念的无常 所以世间无常 总相观察到 我们现在你看 现在国土为翠好不好观 所谓各位没有在看新闻啊 我一个擦枪走火 我们这个国家就吹掉了 就变焦土政策了 所以国土为翠 看着吧 然后这个大的范围 世间天地无常 那个太大了 你会觉得跟我无关啊 如果每天那么快乐 怎么会无常呢 国土为翠 好像跟我有关哦 人家打过来了 那我们现在国土为翠 你看 你现在走出去 我们还是饭照吃 舞照跳嘛 歌照唱嘛 是不是 那疫情两年过去怎么样 疲乏了吧 所以你必须回到 四大苦空 四大苦空跟你会 四大苦 地水火风的苦 你会看到天气冷热的变化 因为它天天在发生 范围在缩小 是不是 只要挑动到你的觉知的 就会跟你有关 所以四大 四大稳不稳 现在的天气气候 四大地水火风稳不稳 不稳啊 那这是外四大 那内四大呢 就是你的五蕴里面 也是千变万化 苦不堪言 所以从世间无常 慢慢缩小 国土为翠 里面都有我的一份 到四大苦空 地水火风 这些千流变化 到这个四大苦空的 内四大的五蕴 身心 四大是色法 受想形式是心法 所以五蕴里面 你也发现做不了主 所以讲五蕴无我 就是说你在里面不自在 所以你这样一路 一路 所以八大人觉第一觉是总觉 总相 是你的心灵的一个清净处 那这里面你看到的 你会回归到 这五蕴里面会看到一个法则 叫做生灭变异 虚伪无足 原来你这一念心还在 还在迷迷糊糊 所以心是二元 那借着形体 这个形体就是你 结极的四大火风 你过去的福报 行 你借着身体再造作 行为最守 那个守就是一个草 草 你看那个草 雨后那个草 你虽然有除草 那草会不断的生 就像地藏经讲的 阴漫不断 草 底下加一个树 硕硕 它不断的 很多很多不断的在结极 所以身体 它就是在结极 罪恶的造作的工具 心是二元 行为最守 一路的这样子 从世间无常国土为翠 大的 到四大苦空 无因无我 这个从自身的观察 外四大内四大 到观察到 这所有的生命变异 做不了主 虚伪无主 看似存在 但这里面 我却一点都不能做主 虚伪无主 那 但是你不能做主 可是它一直在发生 因为你这一念 妄心妄念 不愿意止息 所以心是根本 心为最二元 它一直在创造 虚妄心一直在创造 行为最守 那么 所以就讲到 你能如是 身为佛弟子 仓于昼夜 你能如是观察 才能见离身世 所以 修止跟定之后 你最后还是回到观 还是以智慧解脱 所以这个补充讲义里面 才会讲到 常念无常之火 你要看看你这个环境 叫衣报 我们修净土的人 也有修净土的衣报 但你不要一直在这边 只有旺心在观察 净土的衣报 庄严 你同时要升起燕离心 看到你现在正处的 这个环境的衣报 是五着二世 所以你的出离心 你的净土要建立在 这个很强烈的出离心 因为这个是修行的现实 那修行的现实 看清楚了 你才能去实现 你的这个持戒念佛 就是创造一个清净的功德 所以衣报环境 就刚刚讲的第一觉观 所以你不离开这一念觉 所以佛讲的最根本的智慧在这里 那正 正就是你刚刚讲的 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心跟身 这个身心这件事情 你自己现在这个暴体 一正二暴 无可停留 那千万 所以你起观就知道 原来我前面在做止息 那个睡眠的贪欲 饮食的贪欲 那些睡眠因缘 饮食睡眠 物因睡眠因缘 另一生空过 所以你的智慧 因为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你在止息 那些贪欲烦恼的时候 才会强而有力 一定是你观念对的 你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讲你真的有察觉到苦 这种不自在 这种虚伪 世间的种种虚伪 你一定是这个观念来引导你修行 所以直它就是一个过程 那总要是会 你要看到这件事情 你要常常观察你的爱见 你的爱烦恼 爱就烦恼 见就是你观念 你的见地里面的两种烦恼 两个烦恼 烦恼贪称爱 贪称是一种爱烦恼 那见是一个愚痴 你的见地 你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我们讲下定决心就是堪破好了 我用堪破 没有看到世间的本质好了 我们比方讲堪破 那破好像蛮消极的 其实就是 洞察 已经看到这个真实的相貌 它的本质 所以我们人 如果只要抓到本质的东西 你在运作上 就事半功倍 很多人不知道本质是什么 你不知道那根本 你要抓的那个观念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 要先从你的动机里面 去看你的行为 那有明白你的动机 你的行为才会相续 所以这个低觉知 就来相应这个我们讲的慧 你要常念 所以那个保持正念的念 就是跟要起这样的智慧 那么所以这个讲义里面继续讲 虽不现行 各位要记 记得 你现在很多的福报现前 是一个修行的假象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无常 你不期待的那种 非你所期待的那种 恶果报 还没有现前 即使现在有点小小的逆境 那也是花报 开花而已 果报还没有现前 你继续不觉 你继续不觉 继续在顺着这样的一个 小小不如意 以恶造恶 那果报必定现前 所以 虽不现行 那 只是浮眠状态 所谓浮眠 就是你的业 种子 只是浮者 内心的烦恼 还没有现行 外境的因缘 还没有到 就是我们常讲的 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亲 要来迷惑你 冤 要来障碍你 所以那个因缘 还没现前 让你内心 以为你是烦恼亲爱 这件事是可怕 所以 只是浮眠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警觉性在此 所以无常 就要讲这个 它是我们的这个夜行 我们讲的是千六变化 不停的这个造作 时时刻刻接待等待 因缘造作 外造作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 但你内部的造作 是可以止息的 就是定慧 止观 是可以止息 那伤害法身慧命 犹如黑蛇长生黑洞 四季而动 这是在形容你的这个愚痴 你的愚痴 这个就是我们的常念 那常念常觉 所以 念 就是你这个念里面有智慧 在思维 所以你的念不是空念 心念不空过 能面诸有果 所以你的念 不是那个无忌 所以你是某时间的正觉念 所以这个不失正念 就是指这件事情 那你能不能常觉 常觉 就不只是刚刚第一觉 我们第二觉知是什么 你的下手处在哪里 八大人觉 第二觉知 就告诉你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所讲的 多愚为苦 因为我虽然知道道理 但我的惯性 就是这个愚 因为我们身在愚界 我们这一生里面 就是充满愚界现象 因为这个世间告诉我们要创造 有需要要去追求 追求好还要更好 我们一路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现象 我们讲的是现象 事实 这愚界的现象是这样 那符合你的心 你多愚的心 所以外在告诉你要如此 你内在也是充满了这个欲望 所以这个一拍即合 多愚它是苦的根源 所以多愚为苦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 我们没有阻止各位去受用 去满足你的需要 所以说愚的话就满足你的需要 但是你这一路的过程 你保持一个觉性观察 所以这个觉察觉察 你观察 这一辈子 哪这一年 哪这一整天 我的六根 对应到六层 这个六根五蕴 成老 你会有种成老感 所以你先回家 为什么要赶快洗衣服 然后做SPA 因为好累喔 所以身体累 但你有没有察觉到心里会累啊 因为你心去支配了眼耳鼻舌身嘛 义根 去创造去追求 那在这里面有顺境有逆境 又符合你心意 不符合你心意的 符合你心意的 不够不够 再来再来 不符合心意的 讨厌讨厉 离开离开 但是不符合你意 就是我们讲的求不得啦 怨证慧啦 爱别离 就是那个苦的现象都来了 一整天 整天 然后一整年 那到我们现在走到一甲子 再作为一甲子的 不用举手啦 看各位的皱纹跟摆法 一甲子有人还不醒悟啊 有人到百年还不悟耶 所以 有悟性的一天 就看懂了 每天都在警觉这个事 有这个顿根干强南化的 不只是一辈子 还生生世世 难调难浮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多欲啊 为苦 一辈子的这些造作 吃饭饮食 睡觉 家人名利地位 影响力 到后来生死疲劳六根层 到后面发现 你心一样回到第一个 你做不了主 你建立起来亡国 建立起来的人脉缘起啊 除了留下六根层脑 你最后发现你做不了主 那甚至有些刚强南化的众生 他为了要在表现他做得了主 你看最后他死都不放 所以有这样的人啊 但佛弟子不应该是如此 应该慢慢觉得 天地之宽广 我睡也就不是那一席之地 那所谓山增海味 原来就是去伤害众生 来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那一入三寸为何啊 也不过就是这些 臭惠不堪的这些排泄物啊 所以慢慢的从这个受用里面开始 原来人的吃饭睡觉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开始慢慢不去造作了 所以少欲无为了 所以我们后面会身心自在 是因为已经发现 我的身心的需求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 所以那些东西你的这个需求 有时候是被创造的 是被告知被薰染的 告诉你就不断的要去创造 所以你看我们礼拜四传授八观灾界啊 那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啊 从台中市啊 远离家乡去到南投 他自己的 书是借他的地方 那个自修了 那他也把握这个机会 来扯修八观灾界 真的 那吃饭比师父快 然后那个煮饭的东西 我们大概从吃到准备吃到结束 那天我们大杯餐结束 十点四十分 那准备二十分钟 一锅菜 那十一点吃 那似乎十一点半结束 那他也去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他这个整个他在家人 他是做生意的 所以那以日以夜的无为扫欲 不照做 就整个关在里面 也不用扫地 我们那天也不要说 为了干净扫地 我也不跟蚂蚁 也不 因为你的一个无心之过 对蚂蚁来讲是怎么样 是天灾地变的 所以那天也不要为了干净这个事 没有 草就让它长 那个有长篮 爬就让它爬 因为三菱本来是他们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那边没事去那边盖一个别墅在那里 其实我们就是 虽然我也有能力在那边 创造一个修行的地方 但是那一天 十八幻灾界 我做一个居士 世间成老五欲 我都努力过了 我也享受我曾经努力的福报 但在那天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所以八幻灾界是要让各位去体验 什么叫六根城老放下万元 那种对比 那种对比 你用粗事心 当然各位很多人是在线上寿 可是你看线上寿八幻灾界 你还是没有离开家的概念 除非家人很忽视你 刚才准备一个官房 你没带你没带 开个小窗户 我给你上财就好了 那要不然你在家 为什么说八幻灾界 我们开方便开方便 变成至世寿 就说因为 不来啊 乃至 有心要来 那来道场好像 要去八万四千 国土那么远 要到山上 所以就 宏益大师那时候 战乱啊 才会开这个方便 佛前至世寿 要不然包括在一间的戒体的性质是怎样 他叫禁住耶 禁住戒 禁住三宝 要跟三宝跟修道人 住在 近一点住 那跟我们的作息 跟我们的修行 内涵绑在一起 所以现在有时候方便开也很好 各位常常自私寿 只要你因缘条件 我规定好 我这天我把自己家的变成道场 你有这个福报很好 但是你归根就要知道 他的八观在界本身就是进驻 远离家乡 进驻三宝 跟出家众学习 所以这个就发现 原来出家的法 就是代表少欲无为 所以这个时候菩萨法 八大人觉的菩萨法 是遮在后面 后面才会讲基础 稳定的行菩萨道 那所以前面八大人觉 第一觉到第二觉多欲为苦 那是第三觉之 我们在那边讲常觉 饮食睡眠 这些粗糙烦恼的障碍要破除 所以那八大人觉第三觉就告诉你 你多欲为苦 只是一个你的果报 你这一期 因为你从生下来到现在 你察觉到这个六根成老 这个都多欲是苦 这个你察觉都已经是一个状态了 已经是一个果报的状态 那你要知道那个因 所以第三觉在告诉你 其实是心无厌足 你是不容易满足的人 所以心无厌足是第三觉 你要察觉到你的念头一直在推动你 去造这个多欲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回到第三个 更稀一点 因为你心无厌足 那于是我才讲 上次很多东西说 不是欲受用不好 但你现在到第三觉之的时候 那个觉念要再稀一点 我很多东西可以去经历 但浅尝即可 这个例子我也讲过 如果你在世间有很多的 养成一个 我有这个饮 我有咖啡饮 我有烟饮 我有什么饮 我有连续句的饮 例如今天 我们在讲 我念佛就没有这个力道 像今天假设 事物以前 刚出家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都还有机会 看那个大长径 最后一集的时候 很精彩 但最后一集 刚好我们今天要集合 有个人要往生了 我们必须要去出任务 你会为了说 最后一集很精彩 那个任务不去出吧 就像你今天 人家来拜访你 今天刚好是这个 连续句的最后一集 你听他讲话的时候 你没有很用心听 因为你后面觉得 怎么还不走 我来自他去上个厕所 你赶快去再看一下 现在演到哪里了 然后你有这种修道 这种心态 如果这一期的 净土的法门 你当作这个末世来临 这个是我最后一集 你今生最后一集 我可以搭上这个末班列车 你用这种心态修行 你也不用坐在那边 你不用听书讲经 你不用我来劝勉你 就说玉 第三绝词要把这个玉翻转了 我对世间的心无厌阻 为得多求是多玉为苦 可是这一绝词的后半段的文字 讲的是当我知道世间的这些虚伪多玉 它根本就不是就是渴了 我怎么会现在引世间的这个海水来解渴 不行 唯有知足安平手道 所以八观灾戒就是这样的本质 知足安平手道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式 唯会是业 所以我一样造业 但是业里面我现在慢慢具足会了 所以后半段告诉你 那个业足 你心无厌足百相 戒丁慧的学习的时候 就是过去是贪嗔滋味业 现在是戒丁慧的那个慧 因为慧会帮助我们持戒修订 所以唯会是业 所以第三绝词是一个更细的关键 所以我们普通讲义里面 常觉应该是要来到第三绝词的 你对于饮食睡眠这种粗糙的烦恼 的这个障碍是粗糙的 这种贪嗔痴的粗糙 你慢慢要从刚刚讲的一路的思维 要再细一点 必须以戒沟领出 所以我们要学戒是开始 我们的戒条戒相越学越多的时候 是开始对自己的观察越来越敏锐 是要做这个事情 必须以戒沟领出 因为这条蛇啊 这条虫啊 躲在暗洞里面 让你以为你现在没事 那所以这个戒学越细的时候 你的惭愧心会越来越强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一目叉 波罗提目叉 我们后面再讲在家律学 国庆律师的这个教本的时候 里面就开始慢慢名相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八观灾见 一条一条 它就是波罗提目叉 这边是简单写目叉 它叫波罗 我们现在吃的波罗面包那个波罗 波罗地海那个波罗 波罗提 提者的提 波罗提目叉 所以你现在看 这个是戒的最狭隘的定义 就是我比较很明确的一条一条告诉你 你这件事情 你这个身口的规范 不可以怎么样 所以波罗提目叉 像八观灾见 不杀 不盗 不盗 不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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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邪言 就在这边秉除 夫妻的正常的一个关系 就叫不盈 所以它就是出家法了 不杀 不盗 不盈 不饮酒 那后面几个是怎么样 杀到盈忘酒 你不可以去看电影 看电视 再怎么办 如果今天是你 已经发心要持八观再见 就算你追剧 或者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甚至我们讲佛号那天 也不要放那种有伴奏的佛号了 你就是 不需要依赖那些东西了 除非你唱卢相战 所以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的唱 是为了要修三宝的 就唱 战颂三宝 像那个弥陀战 所以那个不在这个唱颂里面 所以歌舞唱 歌舞唱颂 还有 特别会 会 规定说 不要用那种很野香的那个 对啊 这个 如果你有知道今天要持八观再见 那你平常起那个 那个什么 现在很多品牌我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用的 就从头洗到脚都同一块 那虽然是精油 但我会讲不要把它花香细的 真的草本细的就好了 因为草本有它淡淡的香味 那甚至有人用南桥来洗 也不要这么那个 那个洗得 那肥肉都修掉 也不要 也不用 你各位不是在修苦行 但是它的意思说 你不要依赖这些香味 因为你的依赖香味又会唤起你的记忆 食物本身会唤起你 这妈妈煮了 这家乡菜 对不对 那香味也一样 会让你想到另外一半 会让你这个起心动念 所以 它的香意思说 除了这件事 再对之后 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的鼻跟依赖这种香 你的香跟臭的那个强烈心的 那分别心太强了 香味 臭味 其实它就是一个缘起合合的一个现象 那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要爱酌香 因为本质就是臭啊 你再怎么洗 你洗完之后 哪个流汗 它要你观察 其实你把这个污秽离构就好 但是你不要炼酌香 因为你等一下 你的五酌的内在 你的这个身心的这个脏 事实上是没有洗掉的 是心要清净比较重要 那心的清净就在于 你对这些摄生香味处的爱酌 不要起分别心 不要起分别 第一个 第二个 贪欲 如果这些又让你起贪欲 那更不应该 那是更粗糙的 所以波罗提木叉的戒 就是把很多的贪 喜欢的 撑不喜欢的 先跟他平等对待一下 所以八关 你有八个关卡 八个一个关 那个关就是关起来 关掉恶法的相续 所以我们讲闭关闭关 不是把你关起来 闭关是闭你眼耳鼻舌声的这个关口 六根的门头 把关好 不要去照做 那他用八条的这个体木叉 来对质 从这边防护开始 所以防护是手段 防护是手段 你心安定了 后面起正念正觉观的智慧 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前面先防护 所以能一日一夜 亲近此八关灾界 你不要小看一日一夜 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所以我才会鼓励说 你们学界之后 从三规五界 后来远离师父远离课堂的时候 你要自己要创造 这个八关灾界的这个因缘 那第二个 你只习了这个六根门头 那第六的这个 随便讲的 粗糙到细微 就是我们要修定跟会的观照 所以你只习了这些 粗糙攀原性之后 那第二个 你要向内安住 你的定 心能不能安定 你坐在那边跟自己相处 坐在那边做什么 属习念佛 看你能维持了多久 念头不起能维持了多久 乃至你安定之后 你听清文法 你乐障 你那天一日一夜 你后面听清文法 是不是比较听的 这过去我听过 为什么这段我没听到 因为你过去去粗糙的心 现在是细微的心 那过去我听过 是都听过了 但是我这个怎么没想到 所以那时候你整个灵光乍现 你的定到发会 你常常会十五八关再见 你会那天听清文法会特别敏锐 所以不是像我们这样 这样的一个散乱心在听 比如说说我没有散乱 我很专注 还是散乱 因为那种所谓的 那个我们讲心要极尽听 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这个心很明朗 听很专注很细微 所以这个时候的修定 这个定跟戒绑在一起 调伏 所以第二个阶段是 你能这样子能维持多久 所以你那一天 那一日一夜 那一整天你会看到 你那个定心强不强 不会有那种烦躁感 不会坐在那边 一下子要起来 去开冰箱 那你跟师傅这边 像昨天跟师傅那边 就没有这个事了 至少你不敢乱动 你动的话 那师傅也一样 因为你们在场护法 我要比你们跟 这个修行的所为 要更高一点 我坐在那边做一支箱 你就免为其难做一支箱 那我做两支箱 你就不敢说累了 你会勉强自己 所以你的潜力 你的修定的潜力 就会在那个时候 被勉强出来 所以这种调伏 从粗到细 就是说你一开始持戒 那些八条戒 到后来你都做到了 到过我不时 那整个不杀到淫望 不割曼像花 那个都做到 那做到的如何 定啊 你能定在那边 打坐吗 拜佛一支箱吗 看一本金账吗 听一整集的这个 像我昨天各位居士 行愿品 那大师傅开的这个行愿品 十八集 你一天能听完吗 平常不行 你要分成十八集 你那一整天好像入定一样 从第一集听到第十八集 如果每一集 这个他都是四十分 那你也要听到三更半夜 如果从中午 我们戒也是白天传 吃完饭之后 整个下午的 这个一点之后到晚上十 那十个钟头 你至少能听十集吧 当然 我这个是批语啦 那有的时候就起来 要去经行 有时候要去拜佛 有时候就不听了 就打坐 就念佛 所以这个时候都在调伏 初中之戏 它还是粗糙的 可是比 一开始的那种 对境我要很小心 身口不要照做那种粗糙 现在更细了 因为现在没有境界 来挑战你了 那第三个 智慧跟这些戒 跟这些定 又绑在一块了 叫道共了 你现在就处在智慧的状态 明了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通常就是 从智慧里面 一路就做进去 那你的这个心 明明白白的 观照你的五蕴身心 有变化 那你安住不动 那有这个变化里面 它有逆的因缘 例如这个 这个什么 不能安住的这个 腰酸背痛 你能调整 动与不动 清清楚楚 那调整好身心之后 那其实你内心 就是思维法医 那这些思维法医 来自于你平常在那边听课 所以你看 八观再见 你的事情要准备 所以你不能脑袋空 你到时候戒跟定都现前 但是你的思维不能起来 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深入思维 所以每一次的做定中去思维法医的时候 在洞中立缘对境的时候 你的智慧持戒 保持定不随转 那个力量才会强 经过你的思维 的这个会观 为什么说要鼓励各位 尽忠的思维 的会很重要 因为这时候会 已经慢慢让你变成观照 波瑞了 不是只有文字 文字而已 那各位 那各位 现在事物只举这个例子 礼拜四的八观灾戒 各位受学 那 举这个例子 就说 你们平常的这些文师 最后你要找一个修的因缘 那八观灾戒是一个很好修的因缘 总检查一下 一个月受辞一次 那文师修 所以最后的修所成会 你就何妨 若以戒律学班来讲 何妨把八观灾戒 当作我是每一期听课 的一个修所成会的一个功课之一 你可以这样自己安排 那未来 如果各位好要这件事情 有听进去 我们在线上也可以传 所以虽然事物是 是礼拜六的下午来上课 我可能礼拜六 是未来啦 未来 你们在讲授 八观灾戒的时候 不管是 像这个讲授的 这个阿舍黎祈求 还是事物礼拜六直接上线 在群组这个 这个球 所以变成修行的一部分 我希望在 听完律学班的第一年 第二年之后 可以慢慢 你们可以自己在群组起戒 求戒 那时候我们再看着办 所以 以目叉戒对峙 先把身孔给防护好 所以基本上那一日一夜 基本上我们 如果能做到禁语更好 那如果那天天有这个师父 现前你要请法 要问修行师 那就问 但是不去善心杂话了 那第二个 能这个受完戒的这个整个早上 那过午不时 八观灾就已经起来了 这戒都已经起来了 那整个下午到晚上的睡眠之前 你一定要修定 修定就是 静坐一支香 拜佛一支香 金醒一支香 听经一支香 那个定 不止一支香 还两支香 连香 那第三个 智慧 智慧 思维法义 思维法义 他未来断除细微烦恼力量 就很强了 又回到生活 隔天之后 这个戒体解除 自动解除了 那你回到生活之后 你有一个很明了的智慧 可以去 不能断除 至少能降伏 所以持戒 具此三种的层次 戒定慧 这边讲戒定慧的层次 那就能灭除 八世田中的烦恼种子 这个就上面讲的 引蛇出洞 睡蛇而寄出 睡 就是一个 我们在讲 它是一个 随眠 烦恼像种子一样 它没有阳光水的灌溉 它出不来 可是这样不行 有因缘它出来 就很麻烦 我要把这种子挖出来 那这边用睡蛇 睡就是一个暗顿的状态 不觉的状态 蛇就是一个烦恼 睡蛇寄出 所以你是动摇的 是用智慧去动摇你的无明根 那个无明 无明就是你 现在对佛法讲的这个智慧 这个缘起 你现在还没有看透 那我现在缘起智慧 我就知道 三世二重的夜报里面 我就是一念不觉造贪生痴 那所以我现在不能 我现在仔细贪生痴造作 我要对于不觉这件事情 要常常回到刚刚讲的 常念无常之火 常觉 你要常念佛法 常觉苦空无常 所以这念觉 就回到刚讲 唯佛弟子 常于昼夜 至心送念 八大人觉 所以你的这一个觉 才是你要去培养的 你不要让他 时不时回到这个无明不觉的状态 所以这三种层次 叫做所作皆伴 不受厚有 这时候我们讲的睡觉 就是阿罗汉他们 为什么他们的睡很精进 因为这时候的睡 才是安心 才能真正的安心 所以这是一个批语 是批语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现在听的当下 非常的警觉 可是这个 只要一离开 我们现在很快 你看这一堂课要过了 再五分钟 时间过去过去 等下你们回到生活 你一定要树立起心中的榜样 那 当然我们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 圣者 可是你看看2600年来 圣者在当中 不断的出世入世 入世 离开 他已经为我们立了很多榜样 你要找出一个 像师父以前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 我修行的后半段 我喜欢读大制度论 我喜欢读语解释底论 读语的这本大制度论 就我的阿舍黎师 或是光法师 他们编的很精美的论 前面第一页就是《龙树菩萨》 打开的时候 龙树菩萨就是我修学智慧的榜样 中道智慧的学习 所以它不是一本书 它好像就是法界的龙树菩萨 它现在不出现在世间 出现在世间 我可能不认得 但是这本书的现前 那第二页就是《有究摩罗什菩萨》 那第二页就是《有究摩罗什菩萨》 这些你要透过去读 这个佛的十大弟子传 乃至我们的汉传的 这个传承的 支门重行录 景德传灯录 虽然这些是历史 但是因为你看过这些祖师大德 这佛弟子的行义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些圣者 他的修行 在我心中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圣者为榜样 所以你认识世间摩罗什菩萨 不要太粗糙 太模糊 很多人阿弥陀佛念不下去 因为他四十八院的 这一个院文很模糊 《无量寿经》在读的时候 他对阿弥陀佛的发心力愿 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发心力愿 没有为己榜样 只是想要求去净土 可是却没有发心 我去净土是要变得跟阿弥陀佛一样 未来要创造净土 要沿途熟生 那个过程它的建立是很模糊的 你对母亲的感动会不会模糊啊 不会 因为母亲很唠叨 从小念到大 母德在你心中建立得很强烈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 我怕忘记妈妈 我要念南无妈妈 南无妈妈 但是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要念那么辛苦 因为你对阿弥陀佛的概念是很模糊的 那我们对佛法 为什么那不能常识意念佛恩 意念法的清净 因为你对这些圣者是很模糊的 所以有时候 我都会常鼓励各位 你累的时候就去看一看这些 这些景德传灯路 这些出家众 那些释迦摩尼佛跟弟子们的一些故事吧 所以书 一开始你书不能 虽然这个尽所有书不如无书 但是你一开始还是要以这些 过去的这些行为历史 这些圣者为你的榜样 所以在阿罗汉以上的圣人 都已经断了这种烦恼 所以我今天要断烦恼 这个种子未断 那我现在的这个饮食睡眠很难免 但是我内心有一种惭愧 所以你要知道 这些圣者 大阿罗汉们 大菩萨们 他们在不断的入世 最近的我们可以感知到的 从弘一大师 印光大师 从这个广青老和尚到我们现在的几位的这个 像包括我们这个圣言法师 包括我们最近告别时间的 近空老和尚 这些不断的进来 离开 进来离开 他们 以他们的愿力 不会有就像佛陀在093 他没有真实离开 但是以我们来讲 他确实这个圆起态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清晨佛教了 清晨圣者教了 所以你要知道 原来 他们在告诉我们 佛 我们跟佛沃无别 我们不知道尊重己灵 所以名为无禅 所以未见过世而放异 所以我们讲平常要施己过 就是说我今天到底整天 我虽然放异中 但我有修哪些善法 所以我们才回向的时候 我愿意将今天所谓的世法 初世间法 都回向成为资粮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明天 我们三规五见 那师父在自己的精神的地方 那竟然有一位 跟师父学了很久的 说师父那我明天不去了 因为明天 既然是叫做 结下安居的功德总回向 那我上个月我没有做什么功课 所以我不去了 那如果学法很久 你的思维是这样 那就很可怕了 你学佛法 你不是有 初世的功德回向吗 你结下安居 你虽然没有读 没有跟着师父的交代说 你好歹读一部吧 那不能读一部经 那持咒念佛可以吧 那都没有 那你有世间功德吧 你这过程 你没有布施 跟对家人很好 我乃是这世间功德 你什么都没有吗 那明天要回向的时候 你想说我都没有功德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你没有见到自己的功德 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过失 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 惭愧基本上是很低的 你那个理由 我宁可听成说 师父我明天真的很累 师父我怕明天三规五界来那么多人 我没打疫苗 我可能怕中招 你这样讲我还接受 你讲你这个三个月都没有功德 没有做功课 那所以我不去了 那我培养你当委员我干嘛 在那么重要的场合 你可以不跟我讲 你这上个月没有接下安居 没有照师父所规定 像我们这次亿万念佛 昨天回向了嘛 对啊 那师父的那个说 你定课之外 额外的拜经 诵经拜灿念佛 都可以回向 那是在 不是记录要给 要给阎罗王 阎罗天子 也不是交给天 这个四大天网 是要训练各位 这四个月 生团在精进用功的时候 各位也不要放异 各位也不要只是说 这个私自供养而已 你们也做一点这种 类似像八观灾这样加行用功嘛 所以你看每年接下安居 师父这边每次启动的时候 已经七年了 那今年到第七年了 竟然以这个理由说明天不来 这个我们讲的不尊重己灵 无惨亦无愧 那不需求圣贤所为 我们师父一再开方面 说你们可以慢慢走 你在家中也在家中也远 但是你内心有一个深处 那条底线 就是需求圣贤法 但你最后你的表现 竟然是不需求圣贤所为 那这个就是无惨 所以无惨两个解释嘛 对内你自己的佛性 你没有要开发 一直在懈怠当中 那第二个层次 是你对外的追求 圣贤在那边一直示范给你看 但是撼动不了你的作为 无惨 所以两个 从字跟他讲无惨 那从无愧来讲 你没有 你从字来讲 你的过失不觉察 叫无愧 那但是 已知道过错 但是别人在push你的时候 你还是不得力 不慈悲下名为愧 所以就从两个层次来讲 所以这个就呼应到我们讲的 你的灵敏的决心出来的时候 你的惭愧心一定会出来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当你在热闹的时候 就代表你戒体在发挥作用 所以不要逃开 正事 正事几过 但从里面发一个愿 亲近的愿 那做多做少 他不是在跟谁交代 你是常常在这上面用力 在挣扎 那种进进退退的状况 在挣扎 没有放弃 那这个就是有惨有愧的人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八大人觉 第四觉 你的当中会懈怠会坠落 当你的福业产生清安 所以第四觉就告诉你 休息一定会给你回馈福业跟清安 但当中不要忘记常觉 常行精进 所以师父配合八大人觉 你看这个八大人觉 这个觉讲八个面相 第一个是总相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在讲自己 第四个精进去呼应第一个 因为无常他一直都在 无常他就是一个常法 这个真理 所以八大人觉的前面四个很重要 后面四个就是菩萨法了 所以常觉 常觉就是我们讲的常觉 才有后面的常念 这个各位要练习啊 先休息一下 这个白板只是整理一下 当然文不是这样子段落 但是师父这个就是让各位有记忆的点 重点他讲的 昼夜就是你一整天 其实你没有离开 你的心当然是被带着跑 因为你要跟人互动 你不能跟石头木头人一样 所以你是有跟人互动 但是你内心每次看完一件事情的 就是缘起缘滅的时候 缘生缘滅的时候 这整个缘起叫缘生缘滅 那昼夜也是一个生灭 但是你在互动当中或许不觉 互动当中你可能在起方便法 互动当中你起烦恼 你可能在生气等等等 但是你总之在一整天里面 宇宙当下或余夜整个要睡觉前 你总是长觉 很无常 今天好像要过的人生大漠一样 即使你每天有这样在观察 就有一颗般若的心叫做金刚心 金刚精最后一句是讲什么 金刚今天不是各位的入手处吗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淫 周月你有这样的长觉 如露玉如电 佛地址就要长觉这件事情 那觉它变成一个观念 就在这四个方向 所以前面四个 后面四个菩萨法我先不要写 但是基本上菩萨法也是以这四个为基础 所以至心送 送是嘴巴 你要形成文字般若 你不要跟他不熟 不要跟他装不熟 各位法法精或许过去背过 金刚精背过 现在忘记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六根败坏了 但这个那么短的八大人觉 你这段段至少段段段段落 没有像第一绝的前这个现象 无常的现象在这边 世间的无常到心的无常 但内心转为善法 你至少知道这个义理 你的宋 需要让你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观察这个法 变成你的观念 所以你的自心变成你的每一个念 你有觉念 你有觉念 所以这个念千万不要变成口字旁的念而已 送当然是一个口字旁 但是因为你是用心 所以这个送会变成意理 变成你的观念 变成你的观察 那变成这个念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保持正念 所以他已经不是嘴巴的口液而已 从口里面送 那就变心去持 你的心能保持 所以持送持送 你就要保持这个正念 正念 觉观 这些法 法的现象 但你的行为 修行要表现在这里 你的态度你的行为要表现在这里 所以于是你保持正念 你从来不离开这念心 因为你知道心才是造恶的根本 但是我们在梁黄寶灿的时候 在引导各位 拜眼耳根灿耳根灿 就是说 心去策动眼耳鼻舌身 立舌身相慰触法 造种种贪嗔痴也 但心 这个手啊你看草字旁 它是阴漫不断的创造 可是心 现在常觉之后呢 起正觉观之后 你的法进来的时候 你现在开始 也是用这一念心 来创造 所以我们今天持戒呢 就在训练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待你的欲 你的欲 真的有需求那么多吗 所以我们现在持戒在这里 可是我们听经文法 持戒到后来 还是要启发你这个 心的状态 既然是这个状态 但是现在 我们要自心送念 这个心 所以绿色的说 你现在在转业 只有智慧才能转业 所以本来这边是贪嗔痴 那这个少欲无为的过程 我们在学戒定慧 如果这是戒的话 定 定是隐藏版的 会 所以 你的精进 是要在心上的精进 那行为上也要做出来 行为上 就是从 这个饮食睡眠里面 这个行为上 你做出来 但是心才是根本 所以你的精进 未来有大致度论 在讲精进的时候 会在定义的跟细微 怎么样才是精进的相貌 不是只有整天很无用 在外面追求外面的 这个修行的表象而已 那个相是在帮助你 这个去对峙 可是最后你智慧啟发的精进 是在观察你的心 能不能 人一直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 精进是关键 当我有智慧之后 你回到精进 开始会加持 这上面三个 你不会离开 无常法的这一面 常觉 所以常觉对应到无常 虽然每天无常 但我常觉 我心的功德 不会随着无常神灭 这时候你的精进 法起来了 所以精进会加持这件事情 世间无常 这件事情 会变成一个 心中的一个铁的真理 那剩下的 就是这两个 追求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不一样 善根很多的很强大的人 他对峙欲望很快 他追求 他勇于投入缘起 只要是立他的 这个欲 他会去执行 那个就下面讲的菩萨法 但是他知道自身的欲 讲到自己的这个 自的部分 他开始在对峙了 菩萨法讲他 把这个欲变成立他 但是在对自己的部分 他先从自己下手 那么所谓的无厌族这个部分 自己多欲 自己在这无厌族这个部分 他这个无厌族 把这个世间的习系 转向维会事业 所以如果你 师傅以前讲过 如果你本身对 你在世间是很不积极 什么好的不好的 磨难磨捏 其实你在修行上 你也会是这个状态 你也会变得很不积极 所以千万不要变 他会帮助你 也是这个欲在推动你学习的 所以你看这欲 师傅两边都有写 少欲 多欲是现在世间的苦 那少欲解决了之后 这个欲要摆向 师傅把这个箭头指向这个地方 菩萨他的欲 会转成善法欲 师傅这样编排有我的意思 那么于是到第四个绝 你能长绝在第四点 一 铁定理不用讲了 就像金刚心如梦幻泡影 我不管过一辈子 还是过一整天的昼夜 我知道这一整天就如梦幻泡影 这样就是你的菩萨心 你的金刚心就出现了 第一个是铁则 那对于二三看个人 你的精进有某到哪里 那总之到第四个 安住在第四个精进的 这个人精进啊 修行精进啊 不是他苦修的样子 苦修值得赞叹 因为我们都要历经过苦修的那个阶段 去体验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的少欲无为 你的知足的那些状态在不在 你过去这个要依附很多外在条件 你才觉得舒服 这样才可以修行 这样才可以生活 那现在没有 所以苦行是一个过程 是少欲无为的过程 可是它不是目的啊 所以最后这个回到第四个的时候 你修行状态是一个精进的状态 是因为你理解到原来是心的问题 所以你就回到日常的生活里面呢 去关带这念心 是不是少烦 少恼 少贪 少撑 多了 常觉观照的智慧的心 所以余思心不见了 那这个贪嗔业的烦恼呢 是慢慢在减损当中 你就在这个地方上用功 而无关于你做了什么事 你修行的那表象的事是什么 能苦行就苦行 那现在没有苦行的因缘 那我就回到生活 一般的生活 我讲苦行 若以各位现在没有挑战过八观灾间 那一日一夜就是对你来讲就是苦行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是不是 尤其 举个例子 我有个土地 不是土地 我似乎没有收土地 这个地址 那以前超爱吃零食的 可是他平常没有在对峙这件事情 那整天他嘴巴不动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一定有那咀嚼才有那个存在感 你不要小看 这个小小的习气而已 但这个习气就会死定你 那整天不安心 因为你依赖他 所以观念 很多修行人 他的观念很好 这个可以 这个他的知见是对的 可是讲到修行 他不用进来 因为他太 那件事挑战他的习气 他眼前他没办法突破 所以我说第二个第三个 让他看自己 你如果认为这些东西 他不会 因为有些人认为说 这个东西 他不会染污到我的根本 我只要有天不要 我就真的不要 那我就打上一个问号 有些人确实说 像有些人戒烟 我们佛学院就有曾经 一些烟枪 可是一进入佛学院 他断就断 你有这种本事的话 那你就继续吃吧 但没有的话 我们还是回归到习气是可怕的 因为习气它就是培养你的惯性 跟那个习惯 负面思考的人 他到六十岁七十岁 他有悲害妄想症 他有忧郁症 那些都是自己 从年轻的时候寻来的 你不及早去培养正面光明的思维 乐观的思维 或者说从因缘法上去教一些 跟自己完全不一样思维的人 你不觉得你这种负面思考的习气 我现在讲义根 刚刚讲的口液 我现在讲义根 你越早发现越好 你熏到后面的那个隐 那个惯性 它真的会障碍你的修行 所以我其实以作为净土行者 我们那时候惠敏法师 那个惠日讲堂 他现在是导师我不知道惠敏 惠敏法师他有一次应邀 那时候师父也在马来西亚待佛妻 他去那边讲了一个净土 一个叫过境 沙巴过境 那讲了 在空档的这个半天的时间 他被 一天的时间他被请去讲 净土往生的信愿 他没有像我们讲信愿行那么广大 他那天就讲 净土的行 就是培养跟净土相应的好习惯 他从吃饭睡觉刷牙就讲净土行 所以他要表达的 不是你光有这样净土的观念 信愿不够 因为那个你会跟你没有关系 他表达表现在你的行为 那净土 我们讲国土 心静则国土静 跟弥陀本愿相应 可他的整个修行的表现 却是表现在你的行为 你所有生活日常的好习惯 都会跟净土相应 就这么简单 他把它白化到这种程度 那次我听了 在短时间 现场七八十个根基不一样的人 其实这样讲是讲得通的 培养很好的净土习惯 生活习惯 就是净土 所以从此你这观念 如果你有净土的 我就这个例子来讲 你有这个观念的话 你不用纠察私人戒律跟你讲 这个行那个不行 你只要看看 这样这个是好习惯吗 这样是跟净土相应的吗 这样的思维跟佛有一样吗 所以当我负面思考的时候 当我生气的时候 当我吃遍天上天下的时候 秋天快到了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 以前新竹有一个信众 他现在改变很多 他每次九月就开始包鸡了 到香港包团去吃大闸蟹 那现在他把那个力道 用在自己用功 当然那个用功 可能还不是我们老参的用功 他至少静了下来了 所以从扫玉开始了 所以最后这个精进 能不能是在 闻所成会 师所成会 修所成会 你这会的层次 不断的变成修所成会的时候 那就是你精进 你这个人精进 就是不是说整天东奔西奔 为大众在奔破 那是菩萨行的一个表法的精进 可是菩萨即便这么忙碌 做很多事情 他内心是清净 他的 由我所的心呢 是很低的 是在破除 所以说由我所 就破除贪嗔痴 这件事情 他是很强的 那我现在如果 暂时遮菩萨的行业 外在的表业不讲 那你内心的精进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第四个讲这个很重要 是因为修行 你在修善法断恶法的过程 他一定会回馈你一些好的一个清安福报 但是为什么你当中只要一不觉叫谢 你看谢是从心旁 心的解释 谢 那抬心 他这两个重心 问题叫谢但 当你心不觉的时候 就开始坠落了 所以第四个 他还是要呼应第一个 你没有长觉 你可能是因为现前的福业 清安出现 你懈怠了 或说你现前的 考验太强了 你信心不具足了 有人是直接坠落 信心被挑战了 就直接坠落 往不好地方 帮我出来了 那有些人是因为福业 现前 一时在那边享受了 他慢慢的坠落 有的是直坠 有的是一阶一阶的 到他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不觉了 这边讲的是理解这件事情 你心已经离开法这件事情 他两个字必须要合在一起 卸戴卸戴 所以卸你去找那个原文 当然在古韻论 唯事的卸戴 这个心所的原文 它有它自根上的意义 但是我们把它翻成卸戴 其实上它是偏向说 当你心不作意的时候 不理解的时候 失去绝躁的时候 就会产生坠落的现象 那坠落有两个 第一个碰到逆境直接坠落 往坏的地方 以恶造恶 以苦造苦 那有点是因为福业 清安 修行的假象 就是那些因为修善法 把一些不好的先遮着 可是他也没再努力了 那这个卸戴也很恐怖 所以这是不觉 你要知道我们的习气烦恼 所以如果你长行精进 它的内文就在讲破烦恼二 那那个烦恼 其实我们讲 你不要一直讲我烦恼 烦恼就是你修来的 你的习气 那习气这个你告诉别人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讲 我的烦恼 喜欢找人讲 找闺蜜讲 找同餐讲 他越讲就越 就在同温层里面 就越来越浊 所以一个好的修行环境 他绝对不会一直讲烦恼的 他或许讲一下 是告诫一下 可是他后来会发心力愿 你怎么做 或者你听他讲 那个佛不是常 我们常听课不是讲怎么样 你要不要再努力一下 你千万不要听到这个 在讲 第一时间他讲烦恼的时候 你同理心听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这个人 是常常讲烦恼 也没有再改变的意思 有时候你不要 成就他这个烦恼 因为他讲一遍 就熏一遍 没有改变的意思 你们都喜欢做好人 要为他好 应该说 你怎么又说同样的话 你也没再努力 你不要恶口 你死好了 这是恶口 你要不要转成 就是 我在讲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讲 你讲 如是因如是果 你都不愿意改变 你都不愿意 用我的 刚刚给你建议改变 你下次再找我 也就这样 有耐心的 会一直接引这样的人 没有耐心的 他会采取像文殊菩萨的方式 跟他讲 我不相信你这样子 你这样一直讲 你也不努力的 那所以 这个破烦恼 这个烦恼就是一个习气 你那些烦恼就是每天这样熏 那你这过程没有防护 所以 这个在第一霸大人觉讲 第四觉的时候 他其实在告诉你 你要做的就是摧毁四魔 这个叫精进 四魔 就是说你烦恼有四个层次 那 最表层的层次就是你的情绪 第一个烦恼魔 你的情绪 那不怪别人 是你修来的 你一辈子的习气 其实你自己觉得没怎样 但是你假妈丢到大众中的时候 你的烦恼现前就代表 你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 为什么你在大众中 你常常烦恼习气会现前 因为圆 这个圆 静 静界会把你激发出 你看起来是修道人 但是在大众中 你的贪嗔的习气很容易现前 这时候你要长觉观察 然后开始要持戒了 如果你有心的话 你不要 或许你在人家眼中 是一个习气很重的人 但是你就借着这个机会 有大众的机会 因为佛门毕竟跟外面不一样的人 外面人巴不得你赶快现行 然后你从这种烦恼习气 我正好可以把你打在低处 但在佛门中不是 你烦恼现前我们忍着 忍着你 但是你也借着 我知道我恼怒别人 那我应该要改进 因为佛门中的修道里面 是在这里面互相要增上的 不能互相恼怒 所以第一个烦恼磨 那个磨 我们师父会把它改成 那个磨石头的磨 因为那个磨就是 你自己在热闹 在那边磨 所以修行其实就是你在心上 你要接受你的烦恼 安忍住 那最后去对峙 那有对峙最后才会突破 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小到一个 刚刚讲的 这个以前讲的 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那现在没有 你现在标准不会那么低 原来我的刀子嘴 是来自我的刀子心啊 所以没有刀子嘴豆腐心那件事情 你嘴巴不好 就是你的心就是有那一念称习 才会讲 那现在就是你的讲话 要不就默然 要不然就少讲 要不然就是换个方式讲 你有在学习口的修业 那这个就是你在 持戒在对峙烦恼 自己平常看不到 自己修行会很情安啊 那大众中 立缘对劲的时候 就是你的持戒处了 所以这个烦恼模 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 这修行应该很精彩啊 你每次膨胀出来 东西会不一样 所以那个地方 在这个地处不要失去信心 没有这些境界 你烦恼磨破不了 他会假装的好像你什么事都没有 那等到有一个大事因缘 一碰触出来 你每次 你就会变成那种坏大事的人 所以在小处的时候 让他陷没关系 但是那个地方 就是我要精进的地方 所以精进不是在做多 你一整天 烦恼磨是在那个表现 你有没有一而再 再而三 看重这件事情 要早早去突破 所以第一个烦恼磨就很困难 那第二个是 每一天在发生的 你的身体的感受好 感受不好 今天身体强健 今天身体运作很不好 你的五蕴磨 你的五蕴很不自在 你的五蕴今天不是 我身心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你一整天 烦恼磨是在每个当下 会看到的 那五蕴呢 就是在昼夜当中 在你生病当中 所以 第一个突破了 你第二个关卡在五蕴 所以现在师父透露一个群体 就像师父 我们现在尽量 就不跟众生那边照作为恶 所以有基本的基础 烦恼不容易起来 但是我又没有离开五蕴磨 没有 我每天 多么想说吃一餐就好 但是你的暴体呢 你就没有办法日中一时 你就为了这个两餐 我们有时候办活动晚餐 还要弄个钥匙 所以你第一个就会觉得 这个饮食不自带 身体不自带 五蕴 那我们多想上那些很伟大的这个世界的伟人 或闲善 世间伟人你看他一天只睡四小时 三小时 像张忠某这些人 他睡觉不多 他像修行的这个 已经有定会能力 他不倒单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五蕴不堪 所以当你想 所以我刚讲 第一个你烦恼 你可能不容易被激怒 可是第二个 当你要在精进的时候 你的五蕴 你的身心要不断的要训练他 你的局限 你不要一直认为 我就这样就好 你五蕴 有一种 我这样讲 就是我在勉力倒菩萨的过程 他过去 还能独立的时候 我就把他带到山上 去吃大众饭 他必须要出坡 那一般孝子就说 你怎么让妈妈去出坡 你不应该效仰他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为他未来的生命 他应该消夜跟结缘 所以你看他在大众中活动的时候 那个活动一起来就是一万人两万人 那他在里面出坡 在里面当行堂 在里面整理这个客房 那个需要突破五蕴的局限 那个身体的意志力 劳动力 那时候还有内心烦恼 那我一说在佛门久了 繁忙慢慢 他会视为那种繁忙不重要 可是五蕴 会不自在 所以那时候四十几岁 五蕴 还可以用 我就鼓励他 不要认为 只有拜佛念佛就好 你要去服务大众 可是到六十几岁 已经怎么样 你现在都六十几了嘛 你就 叫 这时候方法要对 所以这时候叫他能静下来 那以前都能参与 服务大众 拜佛念佛 那现在不能拜佛 那你就坐着念 能动 就服务大众 不能动 那你就静下来 那静下来你就看着 静下来就是自己拜佛 那现在不能拜了怎么样 那你就坐着念佛 那现在到有一天 坐着不能坐的时候 就躺着念 你也不要乖 那时候你会看到五蕴的不自在 但是我却不会被这件事情给绑住 我在突破五蕴 对我的束缚 这个就在心上精进 但是心 你也从身体上做得出来 那时候我能挑四十斤 我就不会只挑三十五斤 或是四十斤 我一定会挑四十五斤 所以你的心在训练你的身 好 当然有一天 磊弱了 我明明现在只能挑四十斤的极限 但现在是老了 挑四十斤我会骨折 我会受伤 那我这时候 身不行了 那我心就随顺他 但是我不会一泄千里 我心会提着 那你不行 那我现在你四十斤不行 那就三十五斤吧 所以后面的曲线是往下 对不对 那三十五斤就是我刚讲的 不能拜佛 你就不要过爱拜佛这个事 你就坐着念佛 到有一天你坐着不行的时候 你常常会跟我讨论 他以后变成植物人 或卧宾在床的办 我说那你就现在练习 坐着听念佛 或躺着念佛 佛号放着 就是在练习 当五蕴 刚刚讲虚伪无主的时候 他不从你的心的时候 那五蕴也不是你 你也不是五蕴 所以你的心 这时候能不能立地做主了 这是从平常训练出来的 所以五蕴抹 第二个 第三个 好 烦恼情绪 一辈子修 他就休息到后来他家有烦恼的 那你要关起门来 那个自己反省 到后面再讲 我有什么烦恼 好 那五蕴抹也束缚不了你了 反正你就看着他老去 但我心是保持长觉 第三个观看 第一个第二个功课 我平常的底蕴是够强 这叫你的觉知量 修行知量 第三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大考 第三个模是什么 死模 死的最后课 你万人放下了没有 害怕死 你这个死模怎么突破 来自于第一个跟第二个 你平常的烦恼模 五蕴模 你的练习 你有没有长觉长照 所以第四个精进是在讲这个 常行精进破烦恼 吹拂死模 所以他把烦恼这个恶习 分成四个层次 所以这里面有习气 可是第三个 你面对死模的时候是智慧 你的正见有没有动摇 有没有起颠倒 第四个死模 习气我克服了 最后就是我们到老都在熏的 我什么都不能做 但我智慧是不断的可以增长的 最后你连死模都克服了 那才会有天模来干扰你 那又是后面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 天模不会来干扰我们 还不会 所以最后天模 就是我们修道人最后那一刻 种种境界要来魅惑的时候 甚至要来改变你的思想发心的时候 那天模那时候才会出来 所以天模是一个真正存在在欲界天的顶端 那你说它故意让你不成道 其实它就是一个考验 看你这个修道人真不真 所以那第四个不用去害怕天模 如果天模的存在是你考验的最后阶段 它的存在是一个正向的存在 但是你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才是我们要面对的 所以师父以今天讲到常觉 最后释迦牟尼佛示范给我们看 祖师大德一路以来示范给我们看 圣者为我榜样 那这些榜样 你们各圣者已远 你现在留下的经典 那些佛弟子的故事 这些祖师大德的故事 它会画成文字 透过你的内心的一个思维 然后是我们讲想象 刚刚师父讲我打开经典 我就想象祖师大德现前 那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 那这个圣者是离你很近 那如果不行 那你就找一个我们 师父以这一棋来讲 我就是你们榜样 这样我的出席率 就可以成为你们榜样 对不对 你们能请假 我没有办法请假 那听这个要听道理 你不要说师父讲不能请假 我没有这样讲 我意思说 当你面对到圆境的时候 事情会让我中断法的学习 但我内心的法是不可能被中断的 所以你看有些人请假之后 他后面都补一句 我后面会再补课 就是这个态度而已 所以当这个榜样榜样 你要拉到最近了 师父昨天听这个大师父讲的这个 我重听 他之前这个我听过 但那过程我可能过去没有仔细听 他昨天要引导那个居士 前天在引导居士 听普贤行愿的时候 我自己先听一遍 里面讲的一些过程是我过去经历过的 没想到这个大航法师他在讲的时候 我进来跟他经历通那事情 但是我那时候思维理所当然 没有像他的思维这么深 那个就我就想到 他讲的这个就是我的榜样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 因为他讲到有一次 他第一次讲金鸿法 他讲的是 是真话长老 那个长老名字我忘记了 他刚从日本回来 修学这个哲学博士回来了 那被佛教团里请上座 第一次讲讲法 第一次讲法的时候 那个琴法的老和尚住持 在他讲的时候 他已经深座在讲课的时候 他就默默地从边门进来 搭一在底下听 那那个对他 他那天在那个MP3里面 他讲那一刻这件事情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对他来讲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一个长老他护法 他不执着他的一个位置 他的得高望重的位置 去离情 督促他要上海讲 然后不只是琴法 不为大众琴法 他自己也来听法 来搭一 像我们叫搭一 要听法 如果今天这堂课是戒律学 你们这样都不合格 可是因为我师父这个人会叫 课程 也不是听经文法 是要穿搭 要搭一听法 那是传统啦 传统就像师父在免相上座 然后说法 在传统里面 在僧团里面的听经文法 是要答应 对法的尊重 设而地听 诶长老 怎么做 那听这个大康法师在描述过程 我就想到 长者 有修行长者 他从这个细微处 为了法 念法 然后互生 他都会去做 所以当他提的时候 我就想到2014 我在这个LA 这个基金 那个叫什么 在基金中学回家 那个 这个 那个 国庆律师过境 被他们请到那边讲 三天讲座 那他也不会说他讲座才出现 他那天 今天晚上是 是一个心学 因为他不认识我 他知道说 我可能正在禁律师参学 他在讲戒 那天 他就答一 坐下来 那整个紧张得不行 那个 这个 讲戒在一个戒大德 这种奉为 这个教会奉为律师的 这个大德面讲 后来我就 内心的这个局出不安 那后来又放下了 就照着准备这样讲 那下来之后 就跟他敌你参悔 就讲得不圆 那他就讲 你讲得很好 因为我有这个经历 那事后前天我在听大航法师讲 我就知道大航法师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历 以圣者为榜样 所以大航法师讲的 你要记得你出家 他当时候让你感动 让你引以为界 一心尽盛的那个因缘是什么 他讲这个是这个 所以 听听文法不是在那边做学问 一直在那边做讲义 一直在那边讲讲讲 一定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对你修道的道心 对你修道的信愿 他有增上 所以 那时候 你看那个长者这样的作为 然后加上第二次加持 大航法师讲这段 我也有 我有这样经历 然后他在讲第二个的时候 他说他为什么喜欢在道场种檳榔花 因为他当初以在他中央 抉择入道场的时候 他那时候 第一个印象是闻到那个 那时候季节是檳榔花成熟 那个 迎冰花 我们有时候 那个寺院的外面有桂花 要不然就是有些会有整排的那个檳榔花 尤其在乡下 南区 很多檳榔树 那花开的时候 它飘天香 那个天就自然 自然的香飘到大殿 又烧上一些上好的檀香 那个和和的味道 变成他的最初清净道场的第一个印象 所以我们在追求的那个 好的善念的时候 那变成你当初学过最初的信念的时候 那些 就我刚刚讲了 有时候 有时候你在在外地的油脂 吃到一碗米粉 会想到妈妈 你的原生家庭的味道 那我们现在佛法的法也一样 你的那个当初最初的记忆 最初的感动 那些东西在不在 就像他讲到这段 我就想到 我的印象 我的经验是 桂花加上这个 橙香或檀香 但那个是公庙 似乎的 我的不是誓愿 但我在公庙 我想到当初 我儿时时代会有这种宗教的这种情怀 是那种檀香跟桂花香的味道 我常常去拿到 那个窗廟的沐浴来打 被喝着 那个都是习性 但你虚的这些习性 有没有跟法连结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讲 圣者为宝 你这个圣者 当你打开这些经典 当你接听经文法的时候 你 你有没有尝试把这个 你经历过的这些善知识 你经历过学法当初的听文的这些佛地子圣者故事 把它想 意念一遍 你当初的感动 那金何在 你像明天上归一 五戒了 那二十年后 你会再想 你可能失误的面容已经模糊了 金色的那个样子 你明天看金色 那大家用心问你们布场的那个样子 你总不会像 有些人在想 你的学佛经义 二十年前 有没有人家教来 不知道叫什么法书 那在什么当初 说不出来 连法名都忘记了 也有这样子 人家教你就怕 那个也有 但是那叫不然低因太微弱了 那你要把它找出来 你当初的感动 那今天 有没有让它增上 让它增上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你不懈怠的过程 你会不断的努力 去把 這個法的義樂 我們一直持不去強調義樂義樂 那個義樂心歸心不斷的讓它維持 我們講的長絕長絕 那麼今天講了這個慈戒的第一個政見 那第二個大聖起信 這補充講義第四頁我們先遮著 我們回到上次給各位的 大聖的慈戒的這個政見 要配合這個來講 先從大制度論裡面 濃素菩薩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雖然我還沒有受菩薩戒 所以裡面講的菩薩慈戒 菩薩慈戒不是只講菩薩戒 就是我們從現在初學發三歸一 我的抉擇就從大聖起信開始 我抉擇的是佛法身的功德 所以這個補充講義的第四頁我們先放著 等一下回頭過來講 我們就從文裡面看龍素菩薩 跟我們講你從戒律這一門 我們這堂課叫戒律學 我們就戒取大龍素菩薩 在慈戒的這個慈戒正信 大聖是甚麼觀念的 我們就從這個文來看 如果這樣做意思也就跟各位講了 不要等到讀受學菩薩戒才去讀 這個大聖起信的一些論點 那龍素菩薩的大制度論 也都是起信的一個論點 所以大聖的論點那個余邪師弟論 大制度論 那是藏傳你們有機會講的 那個寶曼論 現光莊嚴論 這些都是主師大德 我們要以聖者 他的榜樣 第一個他的觀念 你要先承接 榜樣不叫做樣子 要從觀念裡面去做調整跟建立 所以我們先看看 這個大聖如何起信 我們先從這段文先看 有人言菩薩 大家一起唸好了 要不然大家趕快睡去 有人言菩薩慈戒 寧至師生不悔小戒 視為師羅波羅蜜 第二點 菩薩護戒不惜生命 決定不悔其事如是 視明施羅波羅蜜 第三點 復次菩薩慈戒 為佛道故 做大妖事必度眾生 不求今世後世之樂 不為明文虛譽法故 也不自為早求涅槃 但為眾生莫在長流 恩愛所欺 余慧所悟 我當度之令到彼岸 先到這邊 所以他幾個段落 我們先跟各位常講 第一個態度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剛剛講的菩薩慈戒 我們現在從三歸一的歸一就開始 三歸一三條 自歸一佛 不歸一天魔外道 自歸一法 不閱讀外道頂級 不歸一生 不追隨這些外道門 這種師徒造業 造的業當然他們也有善的業 但是不跟隨 那個三條歸一就是一個戒了 所以三歸一本身就是一條戒了 就是我學習的方向以三保為所願 所以我堅守 所以有人只有三歸一還沒有五戒 其實他當下就已經受學了三歸一的戒條了 所以本質上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你看三歸一之歸佛 佛當願眾生 所以自己也是眾生 那我希望未來的外政法界眾生也一樣 內外的眾生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體解大道 就是我們三歸一開始的體性就要大了 佛的大道 走的修行的一個明覺之道 叫體解 能體會又能理解 佛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所以你第一個發心 就是我要修的是佛菩提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這些部分都會在講義裡面 告訴各位三歸一你的功德 為什麼未來會變成出世的功德 因為你從三歸一的發心 就是正確了 就是正道了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所以三歸一的這一條就是菩薩了 所以你不要說沒有啦 我沒有受菩薩戒 沒有 你發心上 你就是向著佛的那個方向 你的菩薩的因緣就在底下進去了 所以這邊講的是行 所以這邊講的是行 那個願不是在講行 所以你不要說我沒有受菩薩戒 那是後面的行詞 那願一定是發無上心 那就菩提心 那這菩提心後面也會再講 再講這個補充講義的三心慈戒 就是菩提心 那所以這邊講菩薩慈戒 先從態度上來做 凝至師生不回小戒 就剛剛講的 八觀哉戒 雖然叫八條 但是小到沒有規定的地方 我自己都很關心關注 所以這個態度的問題 不回小戒 所以大戒叫做不殺人 那大忘語 就是我不會講 我剛剛禪定我有境界 不講這個 但我也在那天 我也不講小謊話 見聞見說不見 不見說見 有聽說沒聽 所以那種小事情 嘴巴上的小謊話 那天我也不講 尤其像很多年輕人在職場上 剛好像那天農曆十四十五 禮拜四禮拜五剛好 昨天歡喜日 有人受八觀哉戒 那像禮拜四那天 也線上有人受八觀哉戒 可是他剛好在上班 那天我也不回小戒 雖然八觀哉戒的 那個八條的大戒 是不妄語 不講修行的妄語 但是小小的妄語 我那天能不講就不講 例如 主管剛叫你 是不是剛剛在講我 若是的話 你也不講妄語 你也不要講是 你也這樣會引起戰爭 所以怎麼樣 漠然 要不然就訪問 要做什麼 你問這要做什麼 對啊 就訪問啊 要不然就漠然啊 不要傻傻的 那個 要不然就直接講出來 要不然為了那邊 為你好 要講個小謊話 也不要 所以也不悔小戒 如果那天也是吃八觀再見 你就讓人家覺得說 你今天怪怪的 對啊 我今天吃八觀再見 你不要跟他講話 這時候就可以講 你不要跟他講話 有時候人家會很害怕 你這種年輕人 你要怎麼講 沒有 我今天要心靈進化 我現在要禁語 我現在要跟自我挑戰 我看我今天能忍住一天 不講笑話嗎 不講八卦嗎 年輕人不是要這種語言嗎 你講你受八觀再見 你不是嚇死人了 所以慈戒 要生活化一點 要有智慧 所以這邊講的是一個態度 不悔小戒 若已救八觀再見 那八條大象就叫大戒 那小戒 雖然不殺人 但我今天也不要去造作 殺螞蟻的業吧 那叫小小戒 不是他們生命 生命有大小 不是 不是講這個意思 就是說 持這個觀念 你人都敢殺了 你對那些螞蟻 你看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 牠平常已經殺豬仔 你有習慣 牠對螞蟻蟑螂有在客氣的 沒有 所以我意思說 你先從不傷害這個人開始嘛 可到後來從突破人本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一切生命 生命運來都是靠著物種之間的 一個互相的肉弱強食物在存活的 所以那時候你的悲心起來的時候 你才會自動去護身嘛 所以那個是一個智慧跟慈悲的產生 那不是規定你要跟不要 說做那個殺生罪怎麼樣 不是耶 所以後面會講 不是為了怕 殺一隻螞蟻蟻堕地獄 沒有耶 佛從來不會用這樣肯定我們 來恐嚇我們 牠只跟我們講這些因因果果的關係 最後堆疊加成起來的那個業果可怕 所以基本上大界 但是這個小界 我們要為什麼大小要同手 因為他已經看到緣起因緣果報的那個事情 所以從態度上我要先知道 寧之時生不悔小界 那三歸一樣啊 寧舍生命不歸一外道天謀 是不是這種態度 所以各位明天啊 這個三歸的時候就會講到這個 我從三歸這條界 就這三條界 歸一心三歸的界 你這一生能持守就了不起了 使御把最後一份的那個 結香菊供養比丘尼僧團送去 因為那個生團是當初有一個居室 跟蘇學習 最後他發行出家蘇引導他去 那他出家之後蘇不見他 因為比丘尼生團跟比丘尼長老學 不用再來跟我互動了 那因為結香菊供養我去了 那我只是勉勵一句話 再怎麼不堪 你在這個生團 這個生團人家很忠實年輕人 講輕說法的 叫你去 以前你在家是貴婦 他現在掃廁所 他去入廚房 再怎麼不堪 再怎麼苦 再怎麼給人家沒看見 你只要遵守好這一輩子出家 我就是一個沙咪尼 到老到死到病都賴在這裡 你就功德無量了 就這麼小的事情 我只給他這樣的鼓勵 那各位一樣啊 明天三歸的態度 你未來你們會不會再增上說 五界菩薩界我不知道啦 但三歸一就是這個態度啦 盡行受 我這一輩子盡行受 這一個行嘛 這一次的人行嘛 生命嘛 中不歸宁舍生命 中不歸一外道天魔 就是這個態度明天要出來啊 所以說儀鬼跟你們講 明天這一段的時候 你要真心誠意 不要一點點就 咦 不是餒 未來我丈夫可能是一關到 那我怎麼辦 你不要再動這個念頭了 生命每個 他是他你是你 當下你如何 寧志是三不悔小界 所以今天的觀念跟各位講 三歸開始就是了 你說他大 他就是三歸的一個中本 你說他小到境界有時候會迷惑你啊 我就是堅持這個三歸一 那這個是基本的 斯羅波羅蜜 所以以這樣子的 為什麼他不叫波羅提姆差 因為斯羅是定義最廣的 就是以佛為善 以佛之善為善 就一切讓心可以親近 讓心可以智慧增長 讓心可以捨一切的一個煩惱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捨 護 進 掌 你的慈戒只為這件事情 而不是害怕什麼過 要貪求什麼功德 不是 所以這個斯羅 他定義是最廣的 只為了捨 護 進 掌 波羅提姆差他只對峙一樣一樣的煩惱 這個不殺生 他為了對峙 跟眾生結二元 那未來可能會短命 這個從因果上去論 你為了修道要得人生 你這個因果要做好啊 因因果果的 你要不要讓他往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每一條界有他的對峙跟功德 但斯羅 波羅蜜 他基本上只為了要捨掉不好的 互念善法 那要捨不好互念善法過程 一步一步的親近 增長你的善根 然後第二個 所以第一個是態度 第一個態度 大小的這個界我要等遲 所以第一個態度是 我們未來 現在小到三歸 大到菩薩界 大小 我的心態上就是等遲 那未來這些小界要怎麼遮 要怎麼開 那是後面的學習 當然我們在講這些界說 那是會有一種動態的方式 緣起互動 個人的因緣不一樣 你會有所取捨 但在那取捨之前 現在態度基本上是要一致的 大小要一樣尊重 這是第一個政界 那麼第二個呢 前面是持戒 持戒大小要等遲 受完戒要持戒 這當中你怎麼保護你的戒體 明天五戒你們有個戒體 佛把我的這個正覺性打開 從師這邊祈求一個發誓願 內心的那種強大的信願 我們講的戒體 它無形無相 戒體 那它的這個功用會產生在未來 你對立元對勁的時候 你會知道怎麼做 所以那個戒戒 現在就要我們講戒戒了 你未來立元對勁的時候 你不管你怎麼做 你要戒的就是這一念 好不容易醒發的 我們要醒 醒過來 發 發心 這個戒體出來 你怎麼保護 就像魔尼豬一樣 像珍寶 這個不能丟掉 不能破壞 所以戒戒不惜生命決定不悔 所以第一個是態度 第二個就是在作為上 基本上就是我 這不惜生命是通常在戰亂中 在戰亂中的時候 那個當有一個命難的因緣 教你這個捨戒 這個也是像針對出家眾的時候 有時候要你捨戒 那我也沒有督衆音緣 我這樣講 假設我今天沒有督衆音緣 你只是要逼迫要問難我這個 出家人的身份要我捨戒 那若不從就殺掉 那我就會為了護戒會捨掉 我不是站在說不行喔 你殺一個出家眾 你可能果報無邊 那為了你不要多地獄 那我好吧 我捨戒好了 那因為我要保護你不多地獄 所以我尋菩薩道 沒有 如果你只是怕死 你這樣想的話 你講這個理由 那反而是附藏你的惡緣 不是 因為如果你有能力度這個 要殺害你的人 你其實不用到捨戒 你不需要到捨戒 乃至你真正的捨戒之後 保留了生命 你後面竟然可以度他變成佛教徒 死定那個人在你面前痛哭流涕 讓他變成一個大護法 你有這個能力在講 那通常我講如果我沒有度眾音樂 我純粹就是一個命難音樂 那我剛講的 我就保持我的戒跟我這個身份 就保持這個戒 因為我們佛弟子最後還知道 這個心才是根本 所以人命是不會中斷的 所以你互戒之後 你未來就轉換一個形態 他還繼續修行而已 所以這個態度是這樣 不惜生命絕對不悔 其事如是 因為這裡面有個典故 就是兩個修道人比丘 都要去聽聞佛法 那一個人在半途中沒有 經過沙漠 半途中沒有水 而且 這個 甚至沒有食物 那如果像這邊 這邊有一個不淨的水 我們沒有濾囊 那是血水 那是動物的屍體 那另一個作義說 我為了要聽法 我這個命不能丟掉 所以我還是把這個小小界射 這個吃了 那另外一個他堅持戒律 最後他沒有到達目的地 那另外一個修道人 到佛處的地方 報告這個狀況 那我為了聽法 所以我小小界犯了 那佛當然最後 你聽盡無法這種態度 那是你的抉擇 可是最後佛讚嘆的是 這個持戒的這個人 他雖然沒有聽到佛的音聲 可是他執行了佛的戒法 所以佛讚嘆的還是持戒 因為我們末法的一個現象就是 為什麼要佛法要把這個重責大人 交代到大家社身上 因為大家社就是把佛界 護持得好好的 佛沒有說的你不要亂意增加 佛語說的你不要任意更改 因為說佛事件的末法的邪衆 那眾生的放逸就是會從戒法裡面開始鬆動 這個遮那個改 這個隨緣這個不要 就會從這邊開始亂了 因為佛誌這些戒有他的智慧 他有他自己有他的道理 那我們會因為一己之私 一個貪欲 一個種種的理由 就會去犧牲掉他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說佛 釋迦牟尼佛的一個教區裡面 基本上還是要把這個佛頭的戒法持守住 所以這個第二個部分 尤其針對出家眾 我們在這個 所謂僧文菩薩戒 我們又是出家人 又是守菩薩戒 這當中的那個態度 不惜生命 絕對不悔 好 這個前面兩個都屬於你的誓願要強大 要強大 那第三個 慈見 第三個是理由動機 這過程你慈見會覺得不自在 被受見 很多的不自由 因為你的煩惱被管理了 被侷限了 所以你要知道是為了佛道 要發大誓願 那個妖是妖求 妖琪 那個妖其實就說 我不能日復一日 我必須像你這一期 那我這一期就應該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你看 進行受 五戒 我這一期就是把 不殺 道 贏 邪 贏 望 於 久 我這一期就把這五條做好 你說它難嗎 其實不難 當你要放義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很難 因為它就變成你的制約 所以這五戒只是我走 佛菩提這條路的開始 那這一期 我至少這一期 那這一期就是大妖 妖 妖就妖 要求 約定 那是就佛全發誓願 所以明天你們一些 戒吻儀鬼裡面會講到 我這一期生命叫做盡情受 為了度眾生 我起 躁 受五戒 我修學五戒 未來修學菩薩戒 都是為了要度眾生這個事 所以從我做起 所以我先從度自己開始 所以你為了禮苦 所以從相歸五戒開始 你現在開始回頭了 我們講華麗轉生了 我不再向懸崖邊走了 不再向輪迴走了 我現在向著佛邊走 所以這個一路過程是因為 所以我度眾生 就先從我這一個眾生開始度起 所以不求今世後世之樂 就剛剛講的 很多人強調慈戒的功德 當然我明天也都會講到慈戒的功德 好 那因為那如是因如是果 善法跟善果相應 所以那是必然的 有今世後世之樂 但是我不是為了這個 但我也不是為了說 我們修苦行 我們這個叫道場 我叫慈戒 然後那個彈娃 信眾 就會讚嘆我們 也不是為這個 那最後當然也不是為了說 你自我解決生死 因為前面 所以第三個扣住第二個 第二個扣住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什麼 你發心是要讓眾生跟你一樣 從這一刻覺醒 向佛 那所以最後一個你也知道 我不是為了求果報 不是為了求民生 不是為了求自我解脫 不是為了求自我解脫 只看到眾生在沉默 這個長流就像那個河水 看不到源頭也看不到盡頭 那這個在批語 就是我們的對情這件事情的迷惑 情有恩 有恩愛 那另一個反向也有恨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恨 先看不到 因為通常你不捨都是恩愛 恩愛這些事情 子女不捨父母 父母不捨子女 先生太太彼此不捨 父母子女 夫妻情愛 這些所謂的恩恩愛愛 就是我們講所期就是沒有看清楚明白了 他只是一期的相知相伴而已 但是相知相伴呢 經過一個整個輪迴因緣的排列組合 大家又是怎麼樣 大難來臨各自非 大難臨頭各自非 來自入了這個緣起所生的 我們講輪盤 就重新洗牌之後 再也彼此認不認識誰了 只是下一期 你會看到這個人特別有緣 有好感 下一期看到那個人 就是覺得很不歡喜 你只有這種感覺而已 但我們在這一期 就會被他欺滿 甚至在之間這樣說 那我要深深事事 要跟你做夫妻 我深深事事來當你的小孩子好了 其實不用下這個怨 你們如果夠魚吃的話 你不用發這種怨 他自然都會糾結在一塊 那個魚獲所物 這個就是你沒有用智慧觀察 緣起所生 因果法則 所以因為我現在醒過來了 就從這個三歸文思修開始 我當度這些眾生令到彼岸 所以發心發心 就從發心講起來 所以我們明天三歸五屆的時候 還是在講發心 你不要覺得自己做不到 你不要看這些東西好像是師父的事 或是佛陀的事 沒有 我現在持接的過程 我就是要先理解眾生 就先理解我自己 因為我就是眾生所有的問題都在我身上 那我所有的身上問題得到解決的話 這一念悲心發願未來會回歸 回饋到眾生身上 所以這樣的因果要一致 好 那底下就是我們講的 未來如是因如是果 底下要講的就是做一個菩薩 應該要創造生命美好 利於修行的條件 所以從因果法則來講 所以上面再講發心 那底下再講發心 那我要創因果啊 我也知道菩薩要往 一起一起要往對的地方 好的地方增長 那慈戒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所以底下講 一心慈戒未生善處 因為他有善的因果 那為什麼要生善處呢 就像極樂世界 為什麼要去極樂世界呢 因為那個地方 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所以是這個道理啊 有善處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那邊都是心地柔軟相反 我們今天聚在這一期 是因為我們為了戒嘛 為了法在這邊啊 那如果今天你不是為這個 你是為了聚餐 為了什麼商業利益 你聚集的人又不一樣啦 是不是 所以為生善處 生善處故見善人 那所以這善也不只是 只有佛法的善了 這個有各方面面 大大小小 見善人故 那這些善人 在世間有成就 他一定是世間的智慧很強 他能脫離世間 他觸世間的智慧一定也很強 所以見善人故 天有善人啊 天國的人都是修慈悲喜捨的人啊 那淨土除了慈悲喜捨 他還修四念處啊 他還修這個五根五粒啊 所以那邊叫善 叫諸上善嘛 所以那邊善是上善 是解脫輪迴的善 所以這些都是善 所以見善人故 聖智慧啊 那麼聖智慧 才能圓滿六波羅蜜 所以六波羅蜜 其實下手處 就是慈戒 因為慈戒一定會遮掉惡的部分 一定會往善的地方發展 布施不一定能遮惡 有時候有些人布施 他沒有慈戒的話 你看很多要洗白的那個組織 是不是 洗錢的 做律師的應該最清楚啦 做律師做會計師的都應該很清楚 那些來源如何 所以我們修道人不會被這個表象的布施 迷惑啊 所以布施後面一定要跟著慈戒 所以得而行六波羅蜜故得佛道 所以得佛道一定要六波羅蜜具足 佛道來自於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來自於智慧的引導 智慧來自於要碰到善人 碰到善人要來自於慈戒 反推回去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叫因果法則 跟智慧相應的因果法則 它是源其所生 那麼這樣子 如是此界名為施羅波羅蜜 那底下再講更細一點 撇開這因果法則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菩薩學論裡面 我們講的你這一體的身體 你的福德受用 你都是為了要捨護晉長 所以這個觀念又更細了 他的求不是為了要求這些英國法則 因為英國法則它是告訴你一個道理 為什麼要往善出去 為什麼要持戒 這邊持戒告訴你一個很深細的心法 菩薩呢 從三歸一的那一刻起 受五戒 八觀哉戒 出家戒 比丘比丘尼戒 沙咪沙咪尼戒 到後來 連在家人也可以受持的菩薩戒 這些廣大戒法裡面 都是在做一件事情 你的義樂心 我做這件事情 就是從戒法裡面慢慢相應到善 所以你們持戒 最後會有義樂心 而不是那種逼迫 一開始持戒 你會覺得不自由 這個不行啊 那個不行啊 當然那個總統不許說 原來是在對峙那個我 那個是我一直在後面排斥 不行不行 不自在不自在 那後來就是 你現在慢慢從慈戒裡面的觀念 得到轉變 因為那時候慈戒到後來 一定跟定跟會會相應 跟菩薩相應之後的慈戒 你的心開始慢慢跟善法相應 所以我們為了三心慈戒 其中一個面向就是 為了要求佛法 佛菩提 你就是很樂於修一切善法 所以我剛剛講以慧為業 就是你那個 只要是聽經文法修善的見聞 世經法的善 出世間的善 我聽了都很感動 所以有些人 他碰到很多姻緣 得到一個小小的幫助 他常常就會很感恩 他常常碰到貴人 因為他心轉變了 他很容易見到人家善的部分 所以所謂的貴人運很好的人 是他心柔軟 他很容易跟善相應 所以一些心地煩惱很強的人 其實即便是善之事現前 他也會覺得 這個人是找我麻煩 所以有些人貴人運沒有出來 是因為他心地不夠純熟 不夠柔軟 他沒有辦法看到這個緣起裡面 這個這樣的緣起出現 對我其實是一種幫助 他並沒有從這個角度 所以慈戒到後來你的心其實會從 這個境界出來 我慈戒裡面就講 在慈戒裡面講 我制約自己的惡 但是用什麼樣善的觀念去看這件事情 到底要教導我什麼 這樣的學習就是你慈戒的開始 所以心樂於善跟親近 樂善 所以很多人聽到很多事情很容易感動 樂善 感動到後來有些人感動 當然表現都會掉淚 到後來你的心善柔軟 最後不會去掉淚 你後來會發現這件事你是歡喜 你會隨喜 所以你心是會親近 所以親近之後你的內心是一種隨喜的狀態 看他做好像與我們做一樣 所以你那種高興隨喜的心出來 就沒有那種可憐不捨 所以你隨喜出來之後有那個捨出來 所以這個親近就出來 所以你隨喜這樣的一個善的境界 我的投入也好不投入也好 自己做也好看別人做也好 內心是平等平等 這時候的平等平等就是親近 這不容易 所以心從心樂善到後來 心變成親近 你持戒是為了最後完成 往這方面去完成 不是為了怕 第三個字那個為 就害怕 不是為了怕墮入二道 這次我沒做好 就沒有持戒 我以後會墮入三二道 不是為這個 我知道做不好 殺到淫妄會有二道 但是我知道持戒 不是為了怕墮二道 是因為我知道心的本質 就是跟樂善親近 我本來的樣子就是樂善親近 所以講因果持戒犯戒墮二道 因果持戒生天福 那個就從因果法則論 我知道 但是我不是為這些 但求善盡 那個求善盡 那個求善盡 那個求就是我們講的 副本心緣 我們菩薩戒的時候 會引導各位懺悔 懺悔到最後的時候 從前面殺到淫妄 五逆二罪 最後他會來了一句 為了副本心緣 回到心本來的相貌 清淨善良 所以記得這個又更細了 所以最後你只為了這個事情 所以這時候你的發心 就等於是佛心的一個發向 那底下講到一個修行的現實 就是說我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我現在道理出來了 可是現實呢 我想說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那個骨感就是說 你零零腳腳的 你有處處有我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你熏來的 你在熏很多貪人吃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把它熏回去 所以現在用戒在對峙很多煩惱 所以那個叫磨 所以為什麼想說磨 我不想用那個鬼字旁 我用那石頭那個磨 那個戒就是在對峙 所以以戒來熏心 所以前面我知道心熱善盡 是我的本質 我知道心的本質如此 可是現實來講 我必須要慢慢層層的熏 一路這樣熏過來 那我一路要反熏回去 過去貪賤吃熏了 這一身城牢相 輪迴相 那現在用戒定會反熏 反熏就是 反熏就是你慢慢那個 心熱善盡的相會出來 所以以戒熏心 令心熱善 所以前段是在講本質如此 那現在我的本質看不到 模模糊糊的 髒髒的 那怎麼辦 就是手段 以戒熏心 所以下手術 從沒有呼應到上面 就是從戒開始 自會知道這個道理 但下手術以種種的戒來幫助我 去對置這個魚吃 這個習性 以戒熏心 令心熱善 那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修行 就是施羅波羅蜜 所以這個從定義各位先相應施羅波羅蜜 龍樹菩薩的教導 持戒正戒 到時候我們在講五條戒 一條一條戒的時候 你才不會說跌入裡面的時候 這邊只是看到小處 你要知道這小處的大處在於 樂善清淨 那我們在講戒的時候 未來幾個法師在講戒 他一定會告訴你這個戒 沒做怎樣 然後起心動念到實行 他會犯什麼罪 有什麼因果 一定會講這個 但是你不要跌入那裡面 你要知道那件事情 所以小心謹慎莫放逸 但是你的態度上要知道 這只是過程 我是為了要令心回到樂善這件事情 要最後清淨 所以最後 那這過程 這個整個講到這裡 就是各位已經啟發你的善根了 你有這樣的認知 這叫你的善根 你跟戒定會相應 你跟戒定會相應 慢慢的少貪 少撐 少餘吃 到後來無貪 無撐 無餘 無餘吃 這個就是你的善根 可是從多貪到少貪到無貪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斷惡修善的過程 可是這過程有一個很重要的法門 就是最後一句 你要不斷的能超越 那超越就是我們這次在講大悲慘 為什麼 最後大悲慘使令你感動 因為唯有悲心 你知道 所以你自己慈悲對待自己的時候 當你在煩惱的時候 當你在惡心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那個大悲之後 想到觀世音菩薩 你的稱慧 為什麼要唸觀世音菩薩 因為 你不尊重己靈 剛剛前面有講到 第一堂課講到 你就是本來是一個 這個零零絕絕 親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受祭的佛子 你怎麼在之後還在這邊熱鬧 念觀世音菩薩 神號 或是說 慈大悲咒 我若相刀山 刀山之吹者 這個就是你的悲心 所以這過程你要不斷的慈悲 我們講尊重己靈 從慈悲角度 你不要陷入這煩惱窩裡面 要趕快跳出來 所以也是慈戒 那是什麼 慈悲 你用慈悲的心 在看待這件事情 那你這樣久了練習之後 又有智慧關照 又有慈悲在長養你這樣的智慧 所以煩惱就要用悲心去度化 他不是只做一次 悲心是拔苦 跳脫煩惱就是一個拔苦的想法 你不就用壓制他的 一開始吃這藥 你要勉強自己 甚至你要罵自己 你什麼跟什麼 你到底在做什麼 在對著鏡子看 你剃頭的時候 你是慧尊 你出家第幾年了 你是出家中嗎 有時候喝者自己他是要的 可是他在裡面你在糾結 這邊竟然過了半天 你還在不開心 這時候你要念觀心菩薩 你要持咒 你要念佛 悲心要起來 那這樣子的這個 常常回到 我們講的悲心持戒 我都這樣子的 那難怪眾生一直不能出來 我都已經發願要修行 我已經在修行這條路 我都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能理解眾生在這裡面 不斷造作 他怎麼有出來的時候 從自苦想到他苦 那我還在這邊 醉生莫子 我要趕快醒過來 我停止了 停止負面情緒 停止這煩惱 有時候煩惱是被另外一半 或連有激怒的 那所以你 他迷失了 你也跟著迷失了 你要趕快先拔苦 那你自己 你解決了自己的 這些情緒之後 再回歸看到那個他 你悲心才會起來 因為你超越他 沒辦法超越 跟我們在講開車一樣 我現在開車 有時候看到違規的 對不對 你以前會罵 因為實際上我對你錯 因為我遵守 你超車 不當超車怎麼樣 可是到後來 我知道對錯 我現在超越對錯的地方在於 你看到他 你會起悲心 他這樣子 老是形成這樣的慣性 那今天我讓他 可是下次有誰會讓他嗎 那形成這樣的因果關係 你已經看到眾生的什麼 果報了嗎 所以你會從這邊 希望他早日覺醒這樣的錯誤 乃至他下次萬一受傷 希望他不要重傷 希望讓他有反省的機會 來自 像我們看到那些 開車跟馬薩拉提 那個叫什麼 高級跑車 常常聽聞到這些 對不對 那這些習性 你的因果法則 會知道他一定會出事 但不是一種 詛咒他的那種心情 是你看到因果 但起一個悲心 希望他得到教訓 早點覺醒 那我希望他不要因為撞死人才覺醒 我希望他至少撞到安全島 這個讓人不要受傷 但是在裡面 人震撼他 之類的 之類的 我這舉例啦 你不要每次開車都在這邊觀想 這個也很危險 我意思說 你看 這些你看到這些世間的這個惡 那你被惱怒的時候 你的慈戒先不要生氣 因為我對你錯 我們慈戒到後來會這樣子 因為你是遵守因果法則的人 慈戒的人 那眾生來惱怒你的時候 你這時候悲心要起來 所以你的慈戒的時候 你的悲心對峙自己 對峙自己 那我做對了 那我幹嘛生氣 我守規矩 那他不守規矩 那我為什麼要生氣呢 我是做對的人 我為什麼要生氣 好 那對方的無名眾生 確實值得生氣 可是那生氣把它轉成慈悲嘛 你這條守規矩的界 才不會因為眾生來挑戰你 在那邊亂的時候 你跟著 起舞 才不會跟著這個起舞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的 這個悲心是 看到對方 那個不尊重生命 你覺得很可惜 那甚至你會念佛 希望他不要傷害到人 那就在他傷害到人之前 你希望他要覺醒 有一個教育他的一個因緣 這個 你不用其外說他真的會 會覺醒或怎麼樣 那個是妄想 你是從內心在訓練這件事情 那久而久之 你就會像兩王寶燦 後面講的 你最後也不去看到這些 無名傷害彼此的眾生的情況 耳朵也聽不到這些不好的音 你慢慢會遠離這些惡的境界 因為從你現在碰到不好的境界 在慈界 甚至以悲心去轉 我對你錯的那種稱心的時候 你慢慢的境界會轉 你的夜會轉 夜會轉 所以這個 一條一條這樣我覺得他很有意思 所以最後我們這堂課 先講到這裡 菩薩慈界要生六波羅蜜 就是我們整個大的慈界 所以原來 斯羅波羅蜜 產生整體的六波羅蜜 他的慈界 與饒益有情 未來菩薩界布施的時候 布施度產生的 而且他布施是清心的 他的慈界 最後在對應境界 我對你錯的時候 那種忍辱 順境忍交慢 逆境忍惡心 第三個 這個斯羅出來了 最後 你能 在這裡面不斷的用功 不是一次兩次 一百次 一百次都通過 一百種境界 一百種境界 都可以過關 那精進就出來了 才有後面的禪定 跟波羅蜜 這時候整個這樣的斯羅 才能名為清淨的慈界 因為你不是只有單一的慈界 這個面向而已 所以斯羅 雖然以慈界的角度在講 這個斯羅 可他最後能引申出來的功德 叫波羅蜜 所以斯羅 他一定會連結後面其他五個 連結其他五個 所以各位也不用說 我一致要從這個各方面做起 不會 你從慈界裡面慢慢 他會引申 他會帶出一法 一個善法會帶出另一個善法 會慢慢帶出來 所以你未來慈界 就知道我怎麼樣去做儒法的慈界 布施 我慈界 我慈界的過程 這當中要讓慈界要更深細 原來還要忍辱的思維 所以未來忍辱的那份講義就會出來 所以他這裡面就法法相生相論 所以這個就叫廣大的菩提之良 他不會只有單一的 所以我們最後為什麼每次法會結束 都要回鄉的時候都會唱 唱那個莊嚴無上佛菩提 那個種種的莊嚴就從這個慈界斯羅開始 那最後他圓滿這個六波羅蜜 那下個禮拜就會從整個發心 開始要講到慈界 你要從基本的三規五界 三咪三咪你裡面開始再講起了 所以第一頁 我們下個禮拜 後半段我們下個禮拜再講 我們下個禮拜